快到臉部門 我找女生啊 後來交給我女生啊 後來交給我女生啊 他們公司我介紹了 他們拜拜的時候 七月分那樣拜拜的時候 他常常在年年有此 你不一樣手啦 你從哪一位啦 你怎麼這麼壞啊 大家 我真的很認真 那公司的都聽不懂 我問他是不是這裡有問題 他說不是啊 他看得到 我就知道了 後來我在屏東去任公子 我有一個寶寶也是快到 所以就很奇怪 所以UA人也一樣 他說呢 他後來覺得很奇怪 後來有一次到陶俠 剛好在平埔業績 他看到那個就在旁邊大人講 旁邊大人說 你這個是 你有神的緣分啊 他會找你啊 所以你看得對 你要來學習啊 所以那一年 我就去 參加投射的這些業績 跟他看他 怎麼做這些儀式 怎麼樣 啊 替阿立祖公圍呢 就是2005年農曆3月29號 那天 投射在拜拜 啊進行到業績的時候 要點地啦 點地是什麼呢 普通的人獻出他的竹馬 去把整條蝶呢 驕虎的蝶呢 拜拜阿立祖 阿立祖 阿立祖公園要來點蝶啦 都在紅筆 蘸一個燃料 點不點不點不點 比如說 快樂電台 奉獻地 一隻 他就用這個筆拿來 收到啊 知道啊 一隻一隻 點地啦 點地的 他的業績 就是最重要 比如說 他對信道的 雷物的修道的意思 他都要紅衣來點啦 那時候啊 有一個老紅衣 點到一半 那老紅衣 叫林朝順 所以說 年輕人你過來 來 將來交給你 換你來點 他就來點地啦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這個儀式 但是呢 我根本不想當紅衣啊 但是逃風吹到啊 不得不角不得不角 他自己進走上的這條路 就是不得不角 走上了紅衣的樓啦 後來到了那一年 2005年的農曆 10月14號 這個投射的大的業績啊 晚上12點的時候啊 阿立祖給大家呢 把他拆起來 叫我拆起來啦 拆起來就是說 正式變成紅衣啊 11點正的時候 我被拆起來做紅衣 這個時候 突然人家手機想啊說呢 那樓紅衣前 一分鐘剛才過身啊 也就是說 那個老紅衣過身一分鐘一後 我被這個神 拿起來當紅衣啊 而且他們說呢 那個老紅衣過身的時候 全家都看到一個工 是這樣 不可以鎖電筒的光碗 從家裡的這個屋頂衝出去啊 這是他們採訪的真實紀錄 不要說花哥在講那個 靈異傳奇啊 這個東西很難說的啦 花哥也遇到過這種事 你如果看到遇到的人 你會相信 你如果沒有遇到的人 這樣你說 說破口也說你真心白 這個呢 花哥是 照這個 這本書的紀錄來講 沒有自己添油這麼醋 他後來就 因為這樣呢 他就說話就方采他做紅衣啊 做紅衣啊 做紅衣的時候啊 像哪裡的像 打開的開 開像 靜像 靜直像 還有做紅衣 老一般的台灣人都知道 你做紅衣 這叫紅衣 就像像鋼 這個像足 都是像哪裡的像 那紅衣到底是什麼 做紅衣 這些紅衣 就是宇宙一個無形的力量啊 我們做簡單的解釋是這樣 就像苗族會放鼓 但是台灣人的 不太厲害啦 但是叫做響啦 小孩的時候 也聽到很多老人說過了 有時候他們回來 百度牆 牆到這樣 一直叫百度牆 但是呢 啊 沒力量 醫生看一看 開一個圓油給他吃 吃到第二天也不好啊 那時候老人說 啊 這樣來問 村裡面的紅衣 看看 那紅衣 看到他們說百度牆 他說 你頭蠻人的水果又不吃 他說是啊 我就經過什麼人家 那一般人家 看他把他吃了 我就不吃了 啊 人家有放行 放行是什麼呢 傳統西拉雅地區的人啊 你知道說 別博中以前跟漢人 在旁邊住嘛 啊他有的時候 養的雞啊 或者是 生的這個水果啦 嚇別人去偷飯啦 老人家都會做行啦 做行就是 經過那個人 你不要亂不吃啦 你不要亂不吃 不要亂不慢啦 要跟他同鼻啦 人家是保護他的農產品啦 沒有壞心啦 所以沒有像苗族那個放骨 那麼會死掉啦 不過他就要讓你疼啦 啊來呢 紅衣就把他用酒噴噴的做行 給他黏黏的就好了 下一次不要那麼頑皮啦 白人的過程 沒有人經過他 當然不要亂不吃啦 這都放骨 這就是紅衣的放骨 但是呢 大部分在公街裡面做儀式 最重要的儀式叫做開骨 開骨 開骨 開骨的東西啊 我們知道說 這是整個業績的時候 最重要的儀式 在骨的水骨 很大的水骨裡面放水啦 放兩個天根植草在上面 或者是每一個竹部一樣 紅衣來做骨 做一個法術念念做以後 把那個天根植草移開 啊這個 賣除在骨的 補得水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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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吃這個水 生肺爐什麼不太好 你就會保別人也好啦 但是呢 我們現在理解了 開骨有三個意義非常重要 第一 開骨以後 你在家裡呢 才能夠分駕 才能夠通分啊 女兒可以嫁 女兒可以娶 女兒可以娶 開骨一號一點 才能夠打獵梅花路 才能夠狩獵 第三呢 開骨一號呢 你才可以家裡 蓋茅草屋 辦這個秘書 那我們一代一代聽 怎麼這麼奇怪 為什麼開骨對他們 那麼重要 現在才知道 它其實是最有 生態思想的一種儀式 因為呢 希臘雅族以南到屏東的 馬卡道族呢 他這個雅座呢 都在秋天啊 秋天啊 所以你開骨一號呢 就是說春天 這個母的梅花路 生的小梅花路 到了秋天的時候 它已經斷來了 可以獨立生活了 這時候你如果他打鹿子 打到母路 萬一不小心 打到母路打死了 小路可以生存了 要把他害死了 第二就是說 平常春天到夏天 都在忙著做 做產啊 做事啊 你只要到秋天末期 要過年前啊 才有贏啊 女兒子 女兒子才可以 可以分架喜慶 利用農賢的時候 第三呢 茅草東西的 貧寶祖住的是茅草屋嘛 在家裡 茅草屋鋪上去 茅草你如果春天掛來 當那個屋頂鋪上去啊 那時候茅草還沒有成熟啊 露草就爛魚 爛魚啊 外面做大火 家裡就做小火啦 所以開箱 開箱在秋天 開箱以後呢 那個茅草已經老了 前衛已經老了 你來去草草 不會老火啦 不會漏魚啦 這都有很親密的一個 生態思想在裡面 但是我們都不理解 不了解了 茅草鋪族的人 不是有 具有生態 現在的生態學 這種現代知識 而是跟大自然相處以後 發展出他們的自然的智慧 祖元的地灰啦 祖元的地灰呢 因為他們沒有文字啊 所以他們就用一個祭典的禁忌呢 把它當著禁忌 傳下來 這塊一塊傳下來 都變成一個地灰 發哥舉一個例子跟你講 如果你要去到祭山喔 祭山飛車頭 小火車站 現在是古蹟的 小火車站對面啊 有一個石拱郎 九頭座的座廊的拱郎 那個拱郎底下 你抬頭起來看 欸 上面鋪的磚瓦 上面那個瓦片鋪的 竟然是 不是木頭的糧啊 這幾百的都竹啊 欸 你看那個竹子 然後問那個店家的歷史 他是日據時代到現在呢 日據時代到現在要一百年了呢 竹子完全沒有住啊 為什麼 竹子如果要一百年 應該會 會照他啊 怎麼沒照呢 後來再找到一些記載 清朝的記載 他知道說 台灣的貧府族人啊 蓋炸毒這個地位啊 他觀察大自然界的那個 那個貴笛啊 貴族啊 五年生的 就是說 種下去 經過五年 年齡超過五歲的貴族 在冬至 在冬至的前後十天 把它砍下來 啊把它硬乾啊 這竹子百年都不會住 這就是一台一台 被沒走 傳到來的地位啊 但是我們不知道答案是什麼 後來才知道 竹子裡面本來就有帶了一點糖分啊 但是很奇怪 大自然的道理 到了冬至前後的十天啊 竹子裡面糖分 竟然會 退到土裡面 回到土裡面 這個時候把竹子砍下來 鷹乾啊 因為沒有任何的糖分啊 這竹子賣酒 不會住啊 不會有蛀蠢 蛀蠢要吃它是因為它有糖分啊 所以這個是貧府族 在大自然界裡面 所發展出來的地位啊 好回到那個漁威人 他說呢 本來我就被抓去當安逸啊 那也沒有什麼料不去反省 我就順著生命的歷程 他說這樣我也不能違抗啊 我本來也漸漸做紅衣嘛 沒什麼 我也沒有什麼使命感 說你們講了什麼 要推廣文化啊 推廣這些 我沒有 我沒有這個想法啦 我反省就是阿立做抓他 抓他做紅衣 我就做紅衣了 我沒有辦法反恐啊 但是後來呢 有一些台南藝術大學學生啊 來幫我拍紀錄片啊 寫過報道 結果呢 電視啊來問 電播怎麼來 現在年齡啊來問我啊 你要問我說 我有什麼歷史的使命 有什麼推廣 什麼文化 我沒有啦 我就是被抓來當安逸的 但是後來呢 我看到臉書 我們這一代人都會玩臉書 把臉書打開 大家都講很多 什麼阿立做啦 什麼什麼 什麼平埔組啦 說一堆啦 那有時候 我就會把我自己知道的 在臉書上寫出去 寫出去 有很多人就反映 你怎麼知道這麼多 我早來找我啦 其實我 不是特別去研究 什麼有的沒有的 我只是做紅衣 我知道呢 要辦這個業績的時候 這個儀式啊 一項一項很多 很多事情 要這個東西要學習啊 還有要擺什麼祭典 阿立做愛的祭聘是什麼 還有 祭祀的時候 幾點鐘到幾點鐘的一些細節啦 我是這個兄弟跟老一百人 學這個東西啦 他說啊 我有一次 阿立做跟我說啊 古早的事情 你不用這麼多啦 你自己的事情 就很多做不完啦 你就把這個東西 寄起來就好了 尤威仁講了一句呢 一般做學問的人 感覺很意外 但是很有得力 他說啊 他不是把你處理歷史跟俗軍的問題啦 他只要當代人的日常生活的信仰和生活問題就好了啦 溝通的交流就好了啦 他不需要他處理歷史跟俗軍的歷史啦 那不是我應該知道的啦 知道的好不好 不知道的好不好啦 他要處理的是 現代人日常對著什麼問題 信仰上和生活認同上的問題 這樣而已啦 他這說的話是 很田野很有價值 就在這裡 因為每一個學者都犯這個毛病啦 老是要說一百多年前 有照片 或者是日本人拍的照片 老是這樣記事的 老是穿這樣衣服的 老是穿這樣衣服的 老是穿這樣 你這個 頭聲是什麼 西拉雅族的 都的聲 都的聲 第二久時代 在清朝以前 沒有說是哪一個族 哪一個族 哪一個族啦 是日本人來了以後呢 按照日本人 按照人類學 把我們分類成什麼族 什麼族啦 在台南叫西拉雅族啦 這家仙的叫做 道龍族啦 在屏東的叫做 馬卡道族啦 但是在我們 祖林裡面 沒有分什麼族 什麼族啦 以前我們只有 哪一個部落 哪一個部落 哪一個部落啦 我們館田鄉啦 館田鄉啦 或者是農田這一代啦 反而料啦 反而慘啦 那都是西拉雅族 但是我們沒有 自稱自己叫西拉雅族啦 當時呢 在那裡有公改 還有私人拜拜的 私洩啦 他說啦 在那裡有公改的 拜拜 雅族的時候 我在想像我 裡面有一件事 很重要啦 就是去尋找 輸淫拜拜的阿立祖啦 要跟他溝通啦 因為他們 後來這裡 不知道阿立祖是什麼啦 也不知道要怎麼拜啦 也不知道祖先 祖先把他交代下來 要拜這樣而已 怎麼拜 都不知道啦 有一個人要請教啦 我就四處於 找到這個 改革這個問題啦 但是後來 有一個人 就跟我說喔 你不要公開出去啦 我為什麼不要公開出去 啊 嚇人家說他是歡啦 你看 雖然現在台灣一直在講 民族 自由 平等 但是實際上 我們心裡面 還是不平等啦 如果心裡面 大家年輕一代 大家都平等 就不會 啟示人家的信仰 這件事 剛才有很多事情 這很多人 對基督教 天主教 沒有了解 就經常講 你不要去信基督教啦 不要去信天主教啦 那些人 拜了基督教 天主教以後 就沒有 沒有拜父 沒有祖先啦 都不能拜祖先啦 我說 胡說八道 你有沒有念聖經啊 聖經 我總搞幾天啊 沒有交流 不了解 胡說八道 胡說八道 我也剛才有的基督徒 跟結癖說 啊 你信了基督教 你幹嘛去念佛經 我只有笑一笑回答他 你念過那個 旧約裡面的傳道書嗎 聖經裡面 他說我當然看過啊 那你念過佛頭的奧義書嗎 沒有啊 我是基督徒 我怎麼會念佛經 你沒有念怎麼不知道 你沒有念怎麼知道 他們講的東西 是一樣的東西呢 聖經裡面的旧約的傳道書 跟佛頭一生所講的話 幾乎一樣啊 你知道 傳道書是 所羅門王 最有智慧的所羅門王 晚年寫的那個 他的感受嗎 啊 講的和佛教一模一樣 所羅門王是比耶穌 早誕生九百年 比佛頭晚誕生兩百周年的 一個人物呢 你敢保證佛教和基督教之間 早期沒有來往嗎 智慧沒有互相通來通去嗎 你念傳道書看看 神聖不佳呢 模試啊 那表記著慢著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